人們在 closed past 上面臨! 幹事明 最近台灣也有一種很奇怪的疾病 只要感染你 那個人就會變得非常 trave 因此 我们现在台湾的这种特产被我们俗称为击斑人 而击斑人有几个特例 其中一个例子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长得非常的击斑人 让我们看几个例子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击斑人的第二个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他们讲话也很击斑 击斑啊要不要请我喝麦香啊 很久没请了呢 上日请是昨天 接下来来介绍最后一个击斑人的特征 就是不论是行为还是言语文 都很击斑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亚太地区击斑人研究机构最高权威击斑 法海国事邀请进场 首先 先谢谢主持人刚刚的解说 在我研究这几年击斑人病毒的时候 我发现这病毒越来越严重 我和我的团队 嘿嘿嘿嘿嘿 发现了这几种特别的解药 尋入我刚刚所说的治疗方案中 我发现最有效的方法是 事实的对击斑人进行霸凌 把他们霸凌成一个生活圈 一定要成功 接下来呢 让我们看看一些示范 麦子 要请我卖箱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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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一些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得及 击斑人已经在各个国家 更生地步很久 所以呢 我们联合各个国家 创办了击斑人研究基金会 哦对做什么呢 你一定很好奇 所有我们募集来的致敬 都供我们吃喝晚乐 总而言之 我们要多多公海击斑人 并且适当地给他们救赏 哇 底治击斑人 人人都有责 来来来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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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